傍晚的风吹来过回风和强 你出现就能把夜空点亮 不管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 我悄悄为他定美丽的妆 你的快乐是我唯一的能量 我希望每一秒远起慢慢 穿着净条细圈的情侣衣装 我们是行走的浪漫 让我待在你的身边 看星光点点 每一次呼吸都变甜 看着流星划过天边 我们许个愿 每天都有心动感觉 我赶紧 你看你 是 是 是 亲姐 你看看 好 来 来 万大学是被治罪了 这第一枚就威风了 瞧瞧 他们又开始骗人了 是 不能让他们再这么肆无忌惮了 咱们走 走 您干什么去啊老伯 您根本就没有这个活动 下根就没这活动 你被骗了 假的 赶紧回去 不可能跟你说亲的 这么久了 一个人影都没有 纸墨都白废了 行了 细睡吧 恭喜公子心想事成 果然没有一个人去第一枚报到 嗯 心想事成又 运用错了 楚也果然当不起这大掌柜 过两天 我自己亲自拒解决 这样的话 现在会不会对我刮目相看 公子果然居心叵测 你没事 少读点书 是 别等了 他们不来找我们 我们就去找他们 我 堂堂第一枚的大掌柜 我出去泡头露面 你 堂堂一个大掌柜 你不出去泡头露面 谁出去泡头露面啊 去哪儿啊 去一个 只有想得到姻缘的人 才会去的地方 十年寒闯苦毒 成败再次一举 我等 切勿因为这虚妄的儿女情长 就放弃功成名就的时机 对 对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先至 捞其精录 你们在干吗 我们要进行参加科举 师兄要砸了阴渊神像 被我等创情 对 谁敢 成双狗 你杀过道了 你们又要靠取功名 犯不着砸了阴渊神来明治吧 你们现在脑热 那以后呢 一辈子不要阴渊了 当然 二非官 咱这官之乐 咋 咋 咋 不休 住手 让开 脏子阴渊牌 不休 不冷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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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 没事吧 没事 快 快 快 走 走 医院神大人莫怪 为了保你平安 我只能先把你所里面了 何必多管闲事 我作为美人 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砸姻缘像啊 信这姻缘神还不如信你自己 不要对姻缘神不尽 我们不能因为世道乱了 就破罐子破摔 当美人的都不信姻缘神了 那全天下还有谁信啊 我看也就只有你信了 他要真这么有用 这岳阳城这一年也就不会这么乱了 虽然你说的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但是我还是相信总有一天脾气泰来 上来 绝望 阿喜 我现在来雪虫送炭 下雨会不会觉得很激动啊 公子 我看你还是先别激动了 你 为什么别人 你 Calvin 这肯定是我 你们的肯定是你 包心 你的肯定是你 这肯定是你 看你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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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你 是你 是我 大夫啊 我女儿这腿 怎么样了 婉姓为伤到筋骨 休息几日便好 那感谢大夫了 慢走 慢走啊 还要休息几日 太耽误时间了 哎呀 女儿啊 反正家里啊 最近生意也不好 不耽误这两天 谈心事的事 就先放放吧 不行 既然决定要做的事情 就不能轻易放弃 这两个没良心的 也不给我留两口 幸好我藏了一户 罗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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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雅致啊 酒都喝地上了 罗先令 为了做一名 好的父母官 我是 不能放纵自己的 于是 陆帅就凭 医民制 要做一名 爱民如此的好官啊 卢先令 不愧是为国为民的好官 还正好有件事找你帮忙 大人请说 第一枚门外 有人闹事 希望大人下令 让他们那些单身的人 不要再打败了 如果劝告吴国 你可以适量地采取 一点手段 让五块 在第一枚门外 少一阵子 就这样啊 下官知道了 好好喝啊 大人搬走 恕不远送 请 您看看 里面请 大家都可以进来 撒稿里这个话 接着先说 说得好 里面请 每个人里有一个号码牌 好 里面请 先去看看吧 整提美有写 给安心事活动 过来看一看啊 二位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都快要成亲了 她却喜欢上别的女子 竟要和我退婚 我说让她进门与你做平亲 你 你不同意 你说过只娶我一人的呀 这位公子 花丛里有很多的花 但是你当时选择带回家的那一朵 可是最漂亮 与你最相衬的 我们要对这朵花负责啊 不能每朵都要 不 那么多花 我凭什么不要 我有钱呢 你 姑娘 退婚吧 这种男人 离了她 找一个更好的 你说得对 来人啊 把这个复兴汉 给我赶出去 你 您说说 自从我嫁到这个家之后啊 照顾老的 伺候小的 家里头采买 做饭 里里外外的一件件事 都是我来操心 而且还不落好 喂 您倒是说说 这该怎么办呀 为什么呀 你说一辈子不成仙和嫁错人 哪个更可怕些 喂 喂 不嫁人 生活过得再不如意 你也可以为所欲为 但嫁错了人 你为了显得生活更如意 你得尽力而为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嫁人了 还没说完呢 说吧 你到底欠了些什么东西啊 欠了银子 欠了多少银子 欠了百八十万两吧 这么多 她最近鬼鬼祟祟的 出入花街柳巷 问害言辞闪烁 肯定做了亏心事 燕儿 你相信我 我真的只是路过 路过 万花丛中过 哪有不沾身啊 你就是个大骗子 小姐 你错怪公子吧 这几日她只是路过 其实她要去后街绣坊 公子 你去绣坊干什么 你就赶紧说吧 都到了这种时候了 我只是 我只是想送燕儿一份生辰礼物 因为她最喜欢 那家绣坊的手段 我就天天去盯着他们 何时来新货 没曾想 给她误会了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不是想给你点惊喜吗 再说了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 你是在说我无理取闹了 小姐 别生气 恋人之间 就是要互相理解 多倾听 多沟通 这样才能幸福美满 公子 您说是不是 是 且慢 干吗 这位公子欺骗了这位小姐 就理应受到惩罚 但是她是为了让小姐开心啊 今天她能用谎言让你开心 明天她就能用谎言让你伤心 谎言就是谎言 叫她进来 把她送到衙门去 你敢欺负她 来人 别别别 你敢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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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打我 劝成 反而又把扎鸟砸了一次 这不早知道就收废了吗 我的天哪 我的心 我的心 不是劝和不劝分吗 怎么还激化矛盾了呢 我那都是为了他们好 是他们自己太蠢 我知道你是为了他们好 但是这方式不对啊 我 少雅 哦 快和我去趟歇牙 上到大了 你说你 祸害完天上就祸害地上 还得连累上官呀 替你收拾这个烂摊子 喂 厨艳 我跟你说话呢 你说说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啊 情节多么严重啊 这影响多么恶劣啊 这根本就是乱上加乱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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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我们可以按 市农工商分别来举措 如果出夫妻撤销合理 士族可以扣充土地 农户的话 每月增加一弹米 工匠每月增加十稳 商户码 则检税一成 大人高明 就按大人说的吧 呃 云川 嗯 其实 你提的做法 我不是很赞成 罪子弹心事失败 导致你们第一枚 生育受损 为了避免事态再恶劣下去 还是先交给官府 出面解决吧 你们 再从长记忆 只能这样了 谢谢你 你和我还客气什么 我看你的脚 现在走路还不方便 是不是鞋子太紧了 不用 不用 别动 小树生 就不要穿那么紧的鞋嘛 我来接你回家 我来接你回家 天会快黑了 我来送你 跟我走 走两步就到 我有马车 你应该先马手松开 来 马车 现在没了 没有马 只有车 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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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公子 这 马跑了 车怎么办 你说呢 都话不多 微笑看我再啰嗦 却总晓得我在想什么 每次都要你哄我 其实我也舍 是你干的吧 什么 那马车 是不是你导的鬼 是的 那下次别这样了 我为了帮你善后 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饿了 你想吃什么 你好 能帮忙做两碗馄饨吗 我们已经收摊了 麻烦就再做两碗吧 行 那再给你做两碗 坐坐坐 谢谢 我来吧 不谢 稍等啊 起来 起来 我想我遇到你就是最好的事情 你 为何要这样放 我脚有点疼 这样放舒服点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成何体统 到晚上的 没人看见 你干嘛 你脚不是受伤了吗 我帮你活活血 别别别 不妥 不妥 再也废话 我就把你背回去 那这只 错了 错了 二位 馄饨好了 二位 二位 慢用 小娘子 您这相公对您可真好啊 他不是我相公 不是 他是我小弟 您可别闹了 你们俩这样 谁信呢 他真不是我相公 行了 吃还堵不上你的嘴 不是早就饿了吗 快吃吧 好点了吗 什么 你的脚 你还别说 被你按摩之后好多了 那就好 对了 我给你看个东西 对说美有帮助的东西 行了吧 咱们别在意想天开了 好好的脚踏实地的就行 看了你就知道了 跟我来 慢点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我呀 看你每次找这些男女属相配对的时候呢 都要翻很多的册子 实在是太麻烦了 于是我就想到了这样一个匹配的书架 这样你在找那些男女匹配的时候呢 就更容易一些 看看是否和婚 好啊 怎么玩啊 我教你 猪和狗 我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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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好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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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搞明白了 没这么难吗 你太聪明了 这几天叮叮当当 就是搞这个啊 那我身为第一枚的大掌柜 不得用点心啊 我之前还觉得 你当大掌柜有点不靠谱 现在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个 好没人的 那个 还是到了 我该去睡觉了 脸红了 嗯 可是上官小姐 正是 正是 有事 这边请 好 来 说出你的故事 在下闻从善 本来与谭家小姐 这个月要成亲 没想到 她却要退婚 原因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她最近总是不开心 还爱发脾气 还总是问我一些 莫名其妙的问题 说 说以后成亲了 和我娘吵架怎么办 家里的仆人 不认同她这个主母怎么办 那天给我问凡了 我就说了一句 她就吵着要退婚 你说什么了 忘了 就是很平常的一句话 那她为何要生气 这 汪公子 这个呢 我们得先找谭小姐 了解了解情况 那就 有劳二倍了 我也不知为何 离成亲的日子越近 我就越烦躁 如今喝力的人这么多 不知道成亲以后会怎么样 那天 我去看了我们的新房 我说 这就是我们以后 宫都一生的家了 她却说那是她的家 我真的很难过 我都要与她成亲了 在她眼里 我还是外人吗 谭小姐 我看文公子 性情温和 憨厚 她可能是说着无心 你不用劝我 我已经看得明白 人活一世 就像是攥在手里的水 仁义啊 情分啊 都会流失 没有什么亘古不变 只有渐行渐远 我和她 终究难逃宿命吧 我只是随口 你说 百姨并不识明 能娶到她是我这辈子 最大的福气 可 她为何误会 是 蚊子 好大只蚊子呀 那是因为她爱你啊 但是她又不知道你的心意 所以会换得换失 对未来追追不安 你呢 就要用最用心 最深情的方式 来打消她的顾虑 让她对你们的婚姻 充满信心 真是麻烦 但是麻烦呢 也是因为她对你用情至深嘛 那我该怎么办呢 上官小姐 只要你有办法 让玉婉明白我的心意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花多少钱 还没办法 十二上酒 来了 俗气 好好好 是是是 是是 楼上起啊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没有啊 先让文公子表达出他心中的爱意 让谭小姐安心 办法就 让文公子找出谭小姐的 十个优点 让他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看我干嘛 你不相信我啊 不是你 夸夸我 我肯定会很开心的 行 我先来啊 你 英俊 有钱 武功高 仗义 干净 记性好 穿衣服好看 声音好听 有钱 大方 这么一说 看你还挺顺眼的 你有钱说了两次 换一个 换什么呀 该轮到我了 你 有这么难吗 我漂亮和可爱 不是挺明显的吗 我真的没有点吗 你很丑 不说算了 下一步 让文公子和谭小姐 有动作上的接触 让他们亲密起来 打消他们之间的隔阂 站起来 这是何意 女人 会被恐无有力的男生 所吸引 我 我 我 是这样吗 这动作有用吗 当然有了 那个 你都是地媒的大掌柜了 文公子的事你自己拿主意吧 小梦 天长有世纪 不如山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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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呀 浩子 这酒真的是太好 哎 什么感觉 什么什么感觉 你是不是疯了 你有病吧你 真恶心 没用啊 我得想个其他办法 也不知道他想没想出来 我是不是在给他出难题啊 小姐 楚公子请你去后花园 好 怎么样 还行吧 一文虎爱 给你看个更不错的 这样够风雅吗 特别好 谭小姐肯定想不到 一向苏心的文公子 会这么风雅 可以啊 初衍 肖有文采啊你 你把我的名字 藏在这藏楼室里试试 你的名字啊 我想不到的 我就知道 你那点小能耐 要是能想出来 除非我这地没塌了 公子 公子 伯儿 你咋想干什么 小雅 以后我们就这邻居了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这就是什么情况 这 伯伯 我在隔壁买了宅子 把这柳墙凿开以后 我们的来往 就更加方便了 云传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嗯 是 记得明早过来 吃饭 一定 是 大人 找我什么事 徐大人 搬走了 搬走好啊 他不住在县衙 您省得每天 战战兢兢的 我只是个 区区的八匹县令 我跟着当朝一匹 就隔着一个续云川呢 他怎么能搬走了呢 你呀 赶紧给我搬到低眉去住去 随时向我汇报 他得一举一动 你再不服 这柳墙也气不回去 就你掌掌嘴 你多大岁数 他才多大岁数 你一把年纪 跟个小孩计较什么呀 丑公子 早安 许公子 你要出门从郑门走 不是更方便吗 昨晚我答应伯父过来吃饭 我不去 多失礼啊 你们两个家下定的是三岁 云川来了 这是我的位置 从今以后 这就是我的 这个位置就是云川的啊 楚夜 你先坐下吧 在哪儿吃都一样啊 快坐 小雅 你也吃啊 谢谢奶奶 多吃好生养啊 吃什么好吃的呢 好香啊 我回来得巧啊 有饭吃 阿军回来了 你也是 吃个饭还能呛远 刚才奶奶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你拿行李回家干吗 你和楚夜太单纯 我不放心外人住进来 就回来住一阵 保护你 安静啊 想回来就回来啊 都是自己人 还有云川 想来就来 卑职见过徐大人 不必多礼 在衙门我们公事公办 但在这儿你我同是小雅的发小 以后别把我当大人 把我当朋友吧 我也跟他们一起叫你静歌 那感情好 大人 我就收了你这兄弟了 阿静 大人就随便一说 你还当真了 我认识真的 伯父 真的 那你开心就好啊 伯父这么爱酒 正好 我朋友带来一些西语美酒 一会儿 我让阿喜给您送过来 那就有劳云川了 我是把劳 你们继续啊 走了 小雅 你去哪儿啊 办正事 走了 走了 要不 我也去吧 云川啊 走吧 你就别去了 小事情让他们做 不劳你打架了 伯父 我去把行李送回房里 好好好 你凭什么扔我东西啊 你凭什么扔我东西啊 这是我的房间 谁让你住的 你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啊 先来后到是吧 好 我就跟你算算 我八岁以后就一直住在这儿 前几年当上补快才搬去县呀 你说谁先来的 要不是我付了房租 我才懒得住你的破房间哪 我这房间怎么了 我从小住到大的房间 是能用房租来衡量的吗 我已经付了房租 这个房间就是我的 付了也没用 我的 连离 过来一下 怎么了 李公子 你给我做个证 是她不让我住的 等你小姐回来了 把房租退给我 退缝 静哥 你又不是不了解小姐 这收回去的钱 怎么可能退出来啊 要不 我找老爷商量一下 把他那个放古董的房间 先给你腾出来 不就是找个能睡觉的地方吗 跟我来 你从来都话不多 我 微笑看我在 啰嗦 却总晓得 我在想什么 我怀疑 这宠明 是你的 心情 让我确定 离不开你 每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情 拼凑成 感动浪漫的剧情 每一次 为我紧张的表情 为我担心 躲过 那自己 每一件 无足尽重的事情 转连成 点点滴滴的回忆 在你的过度里 可以任性的安心 我想我遇到你 就是最好的事情 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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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得了 每一件事 都不得了